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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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以撒就往基拉尔去 到菲利士人的王雅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 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既居在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 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必坚定 我向你赴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又要将这些地 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 和我的命令 律例 法度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 问到他的妻子 他便说 那是我的妹子 原来他怕说 是我的妻子 他心里想 恐怕这地方的人 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 因为他容貌俊美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 有一天 非利式人的王雅比米勒 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靳以萨和他的妻子 利百加戏完 雅比米勒 召了以萨来 对他说 他实在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说 他是你的妹子 我心里想 恐怕我因他而死 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民众 陷陷有人 和你的妻同情 把我们陷在罪里 于是 雅比米勒 小遇 众民说 凡沾着这个人 或是他妻子的 定要把他治死 以萨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 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盛 成了大富户 他有羊群 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菲利士人 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 亚伯拉罕 在世的日子 他父亲的仆人 所挖的井 菲利士人 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雅比米勒 对以萨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 强盛得多 以萨就离开那里 在基拉尔谷 之大帐篷 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 亚伯拉罕 在世之日 所挖的水井 因菲利士人 在亚伯拉罕 死后塞住了 以萨就 重新挖出来 仍照他父亲 所叫的 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萨的仆人 在谷中挖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牧人 与以萨的牧人 争敬 这水是我们的 以萨就给那井 起名叫埃瑟 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萨的仆人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又为这井争敬 因此 以萨给这井 起名叫西提拿 以萨离开那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不为这井 争敬了 他就给那井 起名叫利和伯 他说 耶和华 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以萨从那里 上别是巴去 当夜 耶和华向他显现 说 我是你父亲 亚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并要为我仆人 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萨就在那里 竹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仆人 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 同他的朋友 亚护萨 和他的军长飞各 从基拉尔来见以萨 以萨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恨我 打发我走了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我们明明地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 便说 不如我们两下 彼此起誓 彼此立约 使你不害我们 正如我们未曾害你 一味地厚待你 并且打发你 平平安安地走 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以萨就为他们 设摆筵席 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 彼此起誓 以萨打发他们走 他们就平平安安地 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 以萨的仆人来 将挖井的事告诉他 我们得了水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世巴 因此那城叫做别世巴 直到今日 以萨四十岁的时候 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 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石抹为妻 他们尝使以萨和利百家心理愁烦 就会把这家团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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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